大家好,欢迎来到莉莉养生馆 在看视频之前,请给我点个小爱心 您的鼓励是我进步的最大动力 高血糖顾名思义就是指我们体内的糖分过高 也就是通常大家所说的三高中的其中一高 另外两高分别是高血压和高血脂 专家表示,我们必须重视高血糖 积极地做好预防 毕竟这种疾病会对我们的身体带来严重的伤害 平时生活中,在饮食方面我们要注意预防 而新鲜的蔬菜就能够很好的帮助我们降低血糖 一方面是因为它让食物变得好消化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们含有天然的酱糖植物化合物 今天我就用几种蔬菜给大家分享一道 降血糖的美食,做法和食材都非常的简单 首先准备小个苦瓜 苦瓜具有特殊的苦味 受到大众的喜爱 苦瓜不仅口味独特,还具有丰富的营养物质 苦瓜虽苦,但却从不把苦味传递给其他的食物 所以,它也有菌子菜的芽生,具有降低血糖 促进食欲、美容等功效 苦瓜中含有类似胰岛素的物质 多态,食用后可以使血糖明显的降低 苦瓜对于二型糖尿病患者有明显的降糖作用 因为苦瓜可以促进对于部分受损的胰岛素细胞恢复 就有一定的功效 并且可以以致葡萄糖在小肠壁的吸收 把苦瓜对半切开 用勺子把苦瓜壤盒子去掉 苦瓜壤下面有一层白膜 这个是苦味的根源 用勺子给它刮干净 这样就能去除一大部分苦味 处理好以后,将刀给它切锡刀 切成薄片 苦瓜含有较为丰富的上食纤维 和多种微量元素 维生素对于糖尿病患者 对于餐后血糖的控制和体重的管理是有好处的 所以适当地吃苦瓜有利于糖尿病人进行血糖的调节和体重的调节 还能增加膳食纤维 更有利于改善体重、改善便秘 对于餐后血糖的控制是更为益处的 同时苦瓜的含糖量偏低 属于生糖指数偏低的食物 更好的控制体重和更好的控制血糖和血脂 能够改善代谢综合症、改善肥胖 预防餐后血糖飙升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往里边加少白糖 用手抓拌一下 给它抓拌三分钟左右 用白糖来给它沙一下水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不仅不苦 还会有一点回停 抓匀后给它腌制十分钟 腌出苦瓜多余的水分 接下来我们准备小把干木耳 干木耳对于糖尿病患者而言 是较为有益的食材 黑木耳中含有较多的纤维素 适当的补充纤维素 可以改善二型糖尿病患者 或者是餐后血糖有益 而且二型糖尿病患者容易出现腹胀、便秘 以及胃肠蠕动结慢等情况 黑木耳中的膳食纤维 可以有效地帮助糖尿病患者 改善上述的症状 黑木耳还具有一定抗癌防癌的功效 糖尿病患者症状 如果发生危险 是普通人的四倍以上 因此适量地食用黑木耳 对于糖尿病患者身体健康有益 我们把黑木耳放入碗中 加小勺食盐 加少白醋 加少面粉 然后加入清水没过沫 用手抓拌均匀 抓匀后浸泡10分钟 接着再准备三个鸡蛋 把它放入大碗中 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鸡蛋 把鸡蛋清洗干净 鸡蛋基本上是每个人都要吃的食物 而且它的营养价值也是很高的 鸡蛋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 对于肾脏组织损伤有一定的修复作用 而且还可以增强肌肉 促进人体的代谢和免疫功能 鸡蛋中的氨基酸也特别的丰富 可以补充身体所需的氨基酸成分 此外鸡蛋的营养成分对神经系统和生长发育也有很大的作用 经常吃鸡蛋还有助于提高记忆力 洗净后控水捞出 把鸡蛋直接倒入大碗中 不用搅散给它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再准备10克左右的枸杞 枸杞是一种中药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也有很高的营养价值 它里面含有丰富的枸杞多糖 枸杞多糖是一种水溶性的多糖 是枸杞中最主要的活性成分 这种枸杞多糖既有促进免疫力 抗衰老 抗肿瘤 清除自由基 抗疲劳 抗辐射 清干瞑目 生殖功能保护和改善等作用 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枸杞 把枸杞清洗干净 枸杞平时可以直接用开水冲泡后 当作枸杞茶喝 也可以以其他的食物做成食料饭 或者直接举嚼后食用 可以清热明目 以及自身润肺养肝等效果 洗净后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的苦瓜也腌得差不多了 看一下已经腌出了这么多的水分 再倒入适量的清水没过苦瓜 把苦瓜清洗干净 把表面的糖分清洗掉 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 放入盘中备用 现在的木耳也泡好了 给它清洗干净 泡发木耳加入一点白醋 可以加速泡发的速度 而面粉可以很好地吸附 里面的灰尘和杂质 泡发好以后 我们用清水给它多清洗两遍 彻底的清洗干净 洗净后给它控水捞出 放入苦瓜的盘中 用手往木耳撕成小朵 黑木耳最主要的成分有蛋白质 维生素 碳水化合物 脂肪等营养非常丰富 黑木耳中含有铁量极为丰富 可以预防和改善缺体性贫血 黑木耳中含有维生素K 可以减少血液凝固 预防血衰形成 有预防动脉周样硬化和冠心病的作用 全部撕好后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锅中加一点点食用油 油热后倒入鸡蛋 先不着急翻动 开小火慢机 煎至底部定型用铲子翻一下蜜 再给它煎一分钟左右 煎至鸡蛋两面定型 再倒入100毫升的清水 用铲子搅拌一下 开大火烧开 烧开后把木耳和苦瓜倒进来 用铲子搅拌均匀 制作视频不易 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 都是我前进的动力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您有帮助的话 请您动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 或在下方留言加一 非常感谢您的支持 搅匀后开盖煮两分钟 煮的时间不用太久 因为木耳和苦瓜都是可以凉拌着吃的 两分钟后来调一下味 加少食盐 加适量的胡椒粉 用铲子搅拌一下 搅匀后再加入枸杞 再加小把葱花增香 用铲子搅拌均匀就可以出锅了 用这几种食材搭配一起 非常的健康营养 对于降血糖有非常好的帮助 我们平时可以多做这道汤来喝 常喝 不仅把血糖控制得很好 还能够把体重控制得很好 我们也可以把它当作带餐来食用 这样可以减肥瘦身 朋友们想要高效地控制好血糖 就要做到少食多餐的饮食方法 想要控制好血糖 吃饭的门道也是少不了的 不仅是饮食的种类和计划要详细 就连吃饭的方法同样也要做出改变 对于糖尿病人而言 最害怕的就是血糖 在某一时间段集中的升高 造成血糖失控 但如果长期不吃饭 又容易增加营养不良的风险 因此我们要尝试 少食多餐的方法 好啦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觉得我分享的视频 对你有帮助的话 请您给我点个赞 或者是订阅我的频道 我每天都会分享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我是莉莉 我们下个视频见